今天我想跟大家一段经文 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 一到十一节 这段经文我想给一个题目 就是喜乐的人生 从某个角度来讲 特别从新约的圣经 不认识保罗 不认识其他的使徒 像彼得 像雅各 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等等 都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喜乐 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所谓的见证 是一个写照 先不要说我们做什么 讲什么 就单单我们那个态度 那个喜乐带着的积极 那个喜乐带着的满足 那个喜乐带着的盼望 应该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见证 我想今天从保罗第五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问题 不过在这几天我心中有个负担在我的里面 从去年十月开始 特别我就为了整个教会往前的发展 还有整个事工 因为我们的事工越来越多 我们希望更加有效 而且更加的能够 把更多的不同的资源 人力能够集合在一起 特别神给教会的恩赐 所以去年十月时 我就跟执事会 就升公联席会 还有跟踪同工 我就谈了一个事情 我需要在我的主任牧师这个位置 带出一个叫做主任牧师治理小组 我们请了德安牧师 请了训政牧师 还有黄杰 朱黄杰 执事 来帮助我们 他们很明显 他们恩赐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对教会的爱心 他们彼此能够所谓配合的心 我很感谢主 再会有这样的领袖出来 所以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 到我们前面的五六个月 我发现整个教会的事工进展得很快 而且都很有效 不论在任何的问题 我们谈谈 这个就有答案 然后就开始再推动 所以在我来讲 心中非常的满足 也非常的喜悦 看到教会能够同工 虽然我们每个单位 都有一些同工出来 但单单的从我这个角度 从主的牧师这个角度 能够有这几位主要的同工 然后再帮助我 或者站在我的这个角度 来带领这个教会 我想是非常宝贵的事情 特别我就礼拜六 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就那个小组长计会的时候 我就安排了 请他们三位起来做一些的见证 讲到他们的 大家如果是小组长的话 你会真知道 他们三个人真的很不一样 不过抽在手 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 一个叫做合一 但是我现在感觉到 神 我们在做一些事情 我们认为是神带领 神喜欢事情的时候 我们真是感觉到 一些困难在我们当中 完了以后 就在那天训证牧师 就发现他的甲状腺 就有个东西种出来 所以他就看了医生 医生做一些的检查 完了以后做一些的测验 完了以后就要拿一些的 sample出来去检验 礼拜五的时候 他跑来看我的时候 跟我说 他整个脖子都肿起来 所以他讲话也很难讲 本来昨天晚上应该 礼拜六晚上 他应该青年部去讲道 照我所知 他也不能够讲 那完了以后 我们也同时的 也发现了 德安牧师 他的母亲 本来也是一个手术 照医生讲 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但到现在还在家乎便房 所以我看见 所以我心中 当时我今天也不是在讲这个 我也不是随便讲这个 我不要把每样事情都变成 一定是属于的征战等等 不过我知道这些同工 不仅在工作上 为我帮助我承担了许多 纵然在整个的所谓的 面对一些的挑战里面 好像他们也为我承担了很多 所以这几天 我真的心中不是很平安 在我的里面 但也蛮重 我就在想 所以我一直祷告 主啊 求你一致训证牧师 求你加天 德安牧师的量 strengthen他 求你特别保守 黄洁直视 在我看到弟兄当中 他在我们教会 他负责许多工作 虽然他没有拿教会的薪水 当然他在外面有个基金会 他在那边做负责工作 主要 但是他花在我们教会的时间 比在基金会花的时间更多 求神特别保守他 我相信我们在经过 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 确实当我们走在神心当中 我们看到神也大的做工 因为许多人包括Denis Moos告诉我们 如果今年我们这样的事情安排好 后面的三年 后面的七年 对我来讲后面的十年 我想我们教会都会走在神的心里面 然后带出整个的 这个环境 这个地的影响 不能是国内 甚至包括国外 但是看到 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神的这几位领袖 用的领袖 仆人 就是要做一些的所谓的打击 或是说一些的攻击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我想我们需要 站在整个教会的角度 因为神的话一定提了 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教会的 因为我们整个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 现在这个最大的磐石 主耶稣身上 我就邀请各位 我们请从中央上站起来 我们请为这德安牧师 训证牧师 还有黄杰直士 为他们的身心灵祷告 求神医治 求神保守 求神加特的力量 经过这么一个的挑战 让他们在主里面 不仅更加的能够与主联合 更加的彼此三位能够联合在一起 我相信当他们带领整个教会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我相信把教会更深的带到神的心里面 我们可以有同生来祷告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主 我们在共庆 把牧师 训证牧师 把黄杰直士 都讲在你的手中 主啊 这是你所护照圣结人 过去这几个人 看到你在他们上的工作 过去我们看到 你在他们一起在他们上的工作 带着其大其大对教会的祝福 为这一切我们先让感谢和赞名 所有啊 求你寄予饧名 饧 брос 把他们带到你信物iece 脱地 兴起他们 包着他们 看考他们 好 教他们在我们所做的 真正能够大大的 美身而言 你就来服他们一切责任 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家庭 他们所做的一切 主啊 你都看顾 我们仰望 你 我们仰望 你 亲爱听我们家是宣告 祢是信实的神 主啊 祢不仅是信实神 祢大人 祢有怜悯 祢也是爱我们的神 主啊 我们真相信 当祢呼召祢的仆人 起来服侍的时候 祢已经有祢的信仪在他们身上 祢已经有祢的作为在他们身上 主啊 通过这么一些的挑战 一些的困难 主啊 让我们再一次的更深地知道 祢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不能经过任何的困难 不能经过任何的考验 主 祢总是我们恩典的来源 祢总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是因为祢带着我们走 陪着我们走 我们知道最后 祢要把一个极大荣耀 放在我们的当中 放在我们的身上 把德安牧师 把训证牧师 还有把黄洁知识 交在你的手中 求祢医治 求祢在他们家 加添他们的力量 主啊 求祢格外地保守他们 把教会带到我们面前 主啊 求祢不断地对祢的教会来说话 因为祢的话 不仅是我们脚弦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祢是那位命有就有 命力就有命力的那一位 祢的心意怎么对祢的教会来敞开手 教会也要走在心的当中 恩待我们 祢的灵在我们当中 就是真人自由运行 做成要做的工作 这样的感谢 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 祈祷生命 Amen 请坐 罗马书第五章 一到十一节 这特别讲到 一到四节 我们在思想 什么叫因信称义 为什么要信耶稣 为什么只有信耶稣 我们才能够得救 这是一到四章所说的 然后用了一些例子 包括用亚伯兰 到第五章 基本上就是 是前面四章的一个结论 也是从后面的六七八章的一个开始 或者只要问一个问题 因信称义有什么结果 因信称义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如果用很通俗的话说 那保罗这边 你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 所以基本上 这一节跟第二节的前面这句话 带出什么叫因信称义 而且因信称义的结果 我非常谢谢训证牧师上个礼拜 他跟党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事情 当时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弄得比较复杂一点 但我觉得他上个礼拜讲得非常的简要清楚 因信称义 基本上就是要相信我们是一个罪人 要相信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 没有别的拯救 人不能够救自己 人也不能够救别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当一个人有这么大困难的时候 从某一角是绝望的 但是却是在神的当中 所以罗马书第三章 就除了律法以外 除了人的既功德的方式 想去迎娶神的恩典以外 当时一到三章已经讲得是走不通的 从某一角度结论 到第三章的中间 基本上就没路走 人就完了 但是除了律法以外 神就预备一个救恩 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因此你我相信我是个罪人 相信人救不了自己 从某一角度这样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救死 只有让神来做 因为人做不了 人不会做 人没有能力做 而且就只在做了 从律法角度都不能够达到神 所谓的拯救我们的要求 或是叫我们能够得神的要求 哈巴古书那边说 所以从某一角度来讲 主耶稣是我们为的盼望 只有神的工作 才能够救赎我们 人的工作是没有用的 当我们接受了主的救恩的时候 就产生一个结果 是上个礼拜 我在听训贞牧师来讲道说 就是你要不要接受 一接受了以后 你就产生一个结果在身上 你就被神称为义 称义这个是一个法律的名词 这是一个法律 单单称义就这个意思 法官判那个人没有罪 不是那个人没有罪 乃是判他没有罪 为什么呢 因为他犯了罪以后 所付的惩罚 他的代价 已经有人帮他付了 或者他已经付了 比如说他要关一个二十年 他已经关完这个监牢 他出来以后 从法律角度 他就成为一个自由之身 过去那个事情已经做个结束 或许导怪 他要受着刑罚 要赔多少钱 有人帮他赔 不过导怪 如果没有人帮他付这个钱 罪的代价 他可能一辈子就在监牢里面 可能他一辈子 直到他老了 直到他死 就死在监牢里面 一个的所谓的矛盾 一个balance在这里 人是没有盼望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 所谓的机会 给我们一个的管道 说机会主要是说 你明白以后 要不要接受 这是你的机会 你的选择 当你接受了以后 从没有盼望 就变你有盼望 当然在接受当中 只能够一件事情 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你需要单单地用信心 接受神为你 为我预备的救恩 以至于神站在法官 这个的位置 就宣告 欧永亮 你的罪债已经付清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看你 在基督里面看你 是没有罪 这是第一个 但是不停在这里 整个罗马书 一到五章 或者一到四章 这样子说 那 主耶稣帮我父亲的罪债 我就没有罪了 哦 原来有这么好康的 我只要犯罪 告诉你做什么 做什么 得罪神 只要我说 耶稣 保险我相信 那就了事吗 甚至有人 说我就是人 今天好多基督徒 我们在说 我们是人 总会犯罪 总会犯罪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没有用这个 来鼓励你 可以随便犯罪 读读罗马书第六章 我们还可以在罪中吗 断乎不可 第一节 十四节 十五节 十五节 讲同样的话 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 所以一个旧徒 是蒙恩得救以后 他不能够犯罪 但是你还是说 我们人有软弱 怎么会犯罪 所以原来 阴心称意里面 有两个性的结果 第一个 法官判我没有罪 而且神给我们 一个新的生命 好叫我们有个 能够有能力 不再犯罪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就是大家 一直所听见 叫做重生 借着圣灵 把一个新的生命放下 这个生命 是有能力不犯罪 不过现在的挣扎在这里 我们这个老旧的 罪性的生命 还在我们的里面 罗马书第六章告 因为那个罪性 只要在我们今天这个身体 所以不用人家教你贪心的 你到时候就会贪心 不需要人家教你嫉妒 你就会嫉妒 一个孩子在玩玩的时候 别个孩子来玩看看 摸他 他马上就拿去 这是我的 It's mine It's mine 不可以touch 这是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 有个罪性 所以有一天 我们的身体 要复活 要变化 好叫我们的 那个新的生命 这样 加以太书讲的更多 今天我们有两个人 一个旧人 一个新人 一个叫以斯玛 一个叫以撒 在那边争战 但罗马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 我们如今爱主 我们如今靠着圣灵 我们就活出一个得胜生命 活出一个能够不犯罪的生命 单单的罪得赦免 而且领受一个能够不犯罪的生命 这是白白的 不是我们的父母 生我们的时候就有的 也不是我们身材有努力 可以赚来的 不是守律法来 用相话 不是激功的来 但是 当你接受这个新的生命以后 所以因性与至于性 你就开始要过一个 义的生活来 神的义在你的身上 你要开始过一个义生活 义说从今天开始 你要过一个 不再犯罪的生命 这个就需要花功夫 这个就需要努力 所以以前我们唱的老歌 成圣需要功夫 就需要一个努力 所以一到五章讲完 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位 在神面前被称义的地位以后 然后第六七八章 就该告诉我们 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那个是需要努力的 因为世界在引诱我们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我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那个是需要努力的 意思说是要学习的 需要分 所以我这样的说 从木道开始 进到信成为一个基督徒 叫做信耶稣 因信而称义 我们就成为一个信徒 但是从一个信徒 需要往前走 需要你的生命更加成熟 这个叫做成圣 你就在整个discipleship 门徒宣言的当中 生命的操练 服侍操练 你成为一个门徒 从信徒成为门徒 当你成为一个门徒以后 受过训练 被神的灵充满了 你更多活出主的样式了 最后你就被拆派 被拆遣 父怎么拆遣 我这样拆 你就成为一个使徒 所以简单地说 一个旧徒 从罗马书的角度 或者从信耶圣经的角度 最早你看得蛮清楚 从一个目到的 世上的灵魂 因为信耶稣 因信而成义 你就成为一个信徒 这是白白的 然后在后面你就努力 领受神的力量 领受神的丰盛 也是白白的 不过 这时候你需要有个操练 就是把自己放下 把旧的 把它丢在一边 这是一个努力的 所以我们讲到 门训一个主要观念是什么 门训 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 门训的最重要观念 不是得更多更多 门训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把自己放下 舍己 怎么舍己 你不会的话 耶稣说 我就让你背个诗价 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 信主以后 不是这么平顺 甚至信主以后 你会常常碰到一些的困难 坦白说 这困难是一个挑战 这个困难是干什么 这个就是 这些困难 如果用死假 是把你的旧人 把你的老我 慢慢一样一样地把你挪开 好叫 那个新的我 那个得胜的生命的我 跟大家在你的里面 OK 这叫应心称义 我还可以讲很多 不过我想 感谢主 训真牧师 上个礼拜 已经帮我做一个开场白 或是把这个观念 跟大家讲 底下我要接着来说 那如果刚讲这对不对 我这样基图 我现在有什么好处 如果我们比较现实一点 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从一天开始就没有困难 从一天开始 我的事业都发达 从一天开始 我的身体都等等 从一天开始 就是我软弱了 跌倒了犯罪 只要跟神说 神啊 对不起啊 神就 好像就无所谓了 神是这样吗 不是 后面就讲到 有两个事情发生 这边说 这完全语文来 这不是我自己有什么特别亮光 如果你把语文 语文的意思就是 你去抓住保罗思想 不要说你读完这经文 就你想什么 到底保罗想的是什么 所以这产生一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德与神相和 或者和好 看你用哪一个字就可以 相和 就和好意思 第一个事情发生 第二个事情发生是什么 就 得阴性 得进入 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 是这两件事情 特别在解释 站在这恩典中的时候 马上就说了 在恩典中 我就发了等等 不是 在恩典中 就产生几个的 保罗举的历史 每个历史 都在用一句话来描写 叫做欢欢喜喜 欢欢喜 盼望神的荣耀 第二节 第三节 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 第十一节 也就借他 以神为乐 再讲到 以神为乐 基本上这个字 也是欢欢喜喜的意思 所以有三个 欢欢喜喜在这里 OK 我们就来看看 精心秤移的结果 这边所说的 与神和和 或者与神相和 我不晓得 大家对这个观念 有多清楚 改革中的马丁路德 当他读罗马书的时候 因为罗马一开始 讲神的义 第一章 神的义就显明出来 叫心能得救 然后叫神的愤怒 就临到这 马丁路德很生气 读罗马书的时候 如果神一直讲祂的义 祂说我们出炉再来 我们是死定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达到神的义 每一个人可以 靠自己的力量 做到好的程度 合乎神的义 神的标准 或者神的对 世人都亏欠神的荣耀 我们怎么能够达到神的义 既然不能够达到神的义 用马丁路德的感觉 用薄的话 我们是与神为敌的 我们不相信神 罪救我们 神愤怒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就死定 马丁路德说 直到他明白 罗马书讲道 是人不能够拿走 与神的那个堆敌 只有单单信靠耶稣 以至于我们的罪 从我们上挪开 因为主耶稣 担当了我们的罪 以至于我们不再与神为敌 以至于我们跟与神和好 马丁路德 从改革中的角度 这是何等重要的真理 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 能够与神和好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讲说 信耶稣我就对此得赦免 一说神是很大方的 神是很 欧永亮你这么错 你这样跟我说一声 你一一心一 你要罪得赦免 那问题是 神这么随便就罪得赦免 这样我每个人犯罪都可以 只要他高兴就罪得赦免 那为什么这个罪 赦免 从我上是赦免 但那个罪到哪去 你错了 总要有个交代 总有人要负责 所以罪的这个字 赦免这个字的意思 在原来文字就是 这样说挪开的意思 从这个地方挪到那个地方 这个叫做赦免 叫forgiveness 从这边挪到 或许用另外 从这边 好像滚一个石头一样 滚到那个地方 换句话说 你我身上的罪 不是讲一下神说赦免 就突然都不见 然后就全都消失了 宇宙已经没有再有欧永那样的罪 在那里 但是问题是 你需要有个交代 需要有个付代价 所以神因着我的悔改 因着你的悔改 祂就把你我上的罪 挪在谁的身上 挪在耶稣身上 以至于耶稣要付这个罪的代价 以至于祂要死在释迦上 也至于祂需要死在释迦上 好叫 在我身上的罪 那个像法官一样 有人付清我的罪 罪在 以至于我不跟神为敌 亲爱弟兄姊妹 我还可以再多解释 不过我想 整段经文要把它结束完 这带着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你信的 用这句话叫基督教 你信的不是一个宗教 你信的是一个关系的恢复 你不是说 我做了个好事 这个罪就补充 因为我们的罪深到的程度 没有人可以靠自己 用自己的方法 能够满足神的公义 直到神用一位没有罪的 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没有罪 所以神的独生爱慈来到地上 取了人的样式 担当了你我的罪 好叫神的愤怒 从上楼盖 因为神要的不是说 我做多好事 一个宗教家 我就讨他喜悦 他要做的是在我身上 改变我的生命 因为神要的不是既功德 给他好处给他好处 赞你们赞 神要我的事 跟他恢复 神跟我的关系 创造与被造的关系 对我来讲 我们的信仰 不是进到一个不同的宗教里面 过去不论你去哪个教 我们的信仰 是我们进到 这位创造我们神的里面 我再说 虽然很多人说 你是欧牧师 欧先生你是旧教 原来我们有我们的教 你讲的是religion 我要跟你讲的 我对于religion religion 宗教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多么敬价 叫religionist 这个所谓宗教家 对我有没有兴趣 我要说的是 你跟神有没有关系 你有没有跟神建这个关系 如果你的罪挪开 你相信主耶稣已经担当罪 你可以坦然到祂面前 而且神乐意 你坦然到祂面前 那既然来到神面前 恢复神的关系 就带出个结果来 我们从那边开始 就活在恩典里面 神创造这个世界 亚当孝还没有犯罪的时候 亚当孝所承受这一切 是亚当孝做出来的吗 他一切拥有的 一切的丰富 一切的享受 都是恩典 没想到亚当孝没有看中这个恩典 就用一个所谓的自己 出卖了 神给他的呼召 创造他的目的 成为一个顶撞神 当然 他原来享受这个恩典也失去 神给他的丰富也失去 因为他已经不在恩典这个地位上 不在义这个地位上 他不知道神的事情 他不知道做神认为对的事情 他知道也没有办法去做 神没有放弃 亚当孝的后裔 就是我们这些人 继续带出另外一个恩典来 不仅把我们从世上流离 拿出来 移出来 让我们回到一个恩典的里面 所以整本圣经讲的都恩典 亚当孝还没有犯罪的时候 他也是恩典 今天我们 不仅从罪里面走出来 是一个恩典 而且恢复到神 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的目的 这是恩典 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人跟神没有关系 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意义跟目标 我不晓得各位 你同不同意 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你会这样说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然后就是你拜哪一个神 你都要那个 然后拜拜 希望他能够成就你所要的 因为你所知道 你所要的 人生的目的 就是达到你所要的 不论是好的坏的 不论是读书 不论是事业 不论是家庭的婚姻 都是 等到你信任耶稣以后 不管你的灵面有多深 你总是 牧师 为我祷告 牧师 我想走在神的心的当中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我想在座 白云哥 你是一个救助人 大概都会讲过这句话 是谁告诉你 谁叫你 以前都是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但现在 最少你会讲这么一句话 让我活在神的自己的里面 不论你做到多少 成就了多少 有时候你知道要走在神的里面 不过还是因为我们的软弱 我们还是走在自己的 所谓的情欲的里面 自己里面 但不管 这是因为你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以后 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你会开始think 想 到底我这被造的 在神的心当中 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甚至会愿意讲一句话 神啊 造你的旨意 不要造我的旨意 虽然常常我们会讲 但不见得做得来 为什么 因为在恢复关系的当中 你突然感觉到一件事情 原来你不在世上 不在流离 你是神所造 因为你是神所爱的 不再与神为敌 就是因为神 赦免了你的罪 而且今天慢慢地提升你 让恢复了 创造你的目的 能够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 都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改变 甚至能够在神的心当中 在职场上为主来做见证 在家中 在亲友当中 能够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的来 你突然发现这恩典 两个礼拜前 在周五成岛的时候 我跟同工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在恩典 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枉然 如果我们做一个传当 就全职同工生 进到教会来 或各位在职场上 如果你不是把恩典活出来的话 不是在恩典里面 来为主做人 这一切都成为突然 你会很辛苦 你会很痛苦 所以马上说 讲到在这恩典中 如果你明白这恩典 你突然发现 原来神的恩典 不是我想要什么 当然我们最总最简 我的事业要发达 我的婚姻要怎么样 或者我的财产要丰富 或者等等 我每样都要顺 等等 我要名誉有地位 钱多了以后 觉得钱不怎么样 我要有名誉 被人家称赞 但你突然在恩典里面 不会去想这些东西 你突然在恩典里面 你会想到 神对你的呼召 所以你的心意 然后在整个的环境 不论你碰到顺跟利 你回到 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 你就发现 每一样事情 同样事情 不知道恩典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的态度 但你知道恩典的时候 你会有另外一种态度 再次说 保罗说 这种态度是什么 就是欢欢喜喜 OK 保罗提出三方面的欢欢喜喜 第一个是什么 欢欢喜喜的 盼望神的荣耀 我已经很久没有提这个事情了 常常我们把荣耀看得很抽象 有时候我们把神的荣耀看得 就那种 比如说有些事情发生 有时候看到个大光 神的荣耀彰显 有时候看到一些神迹 包括一些所谓的 一些特别现象 包括金粉 包括意志 都对 但是你还是要更多清楚 什么叫神的荣耀 荣耀在整个圣经里面 是讲到 就是讲到那个事情 如果讲到神的荣耀 是讲到神的神性 祂的圣洁 祂的公义 祂的慈爱 祂的圣洁 跟我们的圣洁不一样 祂的公义 跟我们的公义不一样 当然祂的慈爱 跟我们的慈爱 我们的慈爱 讲爱是有条件 祂的爱 不是跟我们计较的 第一个 荣耀 神的荣耀 因为讲 我们要盼望神的荣耀 第一个 我们要更多的 因为我们有新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我们会更可慕 所以更自然 更多的认识神 知道这位神 是怎么样一位神 讲到神的本性 还是从语文来尔 荣耀这个是在旧约 在希伯 是讲到秤东西的秤锤 或是用天秤讲的法码 有重量的 所以保罗很喜欢说 你的行事文 要所蒙昭的恩相秤 换句话说 我们认识神有多少 我们叫对神的回应有多少 这叫敬拜 祂的价值产生的行动 祷怪 新约的时候 是讲到这个东西的本质 叫这个贵 希腊文是这种东西的本质 所以是一个substance 换句话 这个东西是实体的 实质的 是有重量的 是你可以感觉到的 当我明白 整本圣经在讲神的荣耀的时候 一方面从圣经的记载 到当神显现 这个人都有反应的 所以我们先天的时候 神充满了 荣耀充满了 这些祭司站不住了 通通都停在那里 如果神的荣耀充满 这些祭司要走进圣殿 走不进去的 我们很快地跳到新约 启示录 当神 这位复活主 向老约翰显现 老约翰看到 就趴在地上 圣经描写 他像死了人一样 神的同在 是tangible 是非常清楚 不是一个抽象 这讲到神的显明兽 所以当神显明兽 我们就说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意思说我们经历到 我们不能看到神的像 但祂的圣洁会让你赞斗 祂的不义会让你有个悔改 我人的不义 因着祂的义 从神的义的角 看到我的不义 我会悔改 当我软弱的时候 看到神的灵浇灌 看到大能拖住我的手 我这个人会刚强起来的 这个叫做 看见神的荣耀 经历神自己 不仅这样 你的生命不断地被改变 到最后 你与神久了 习惯 我会记得上四十天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 那时候我在波士尔的时候 我领导亮牧师来我们教会 我刚出来做传导人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 到我们的弟兄夫妇家 的时候 因为他在一天留在家 完了以后我们一起吃饭 一天 他从这个套房出来 就是他们整队一个套房在地下室 他脸上发光的 我才明白什么叫做 这个人在什么天等候了一天 他近视祷告 他等候着 他人都发光的 我听到一个 Gordon Conwell的弟兄 他在那边读书 他跟中间的一个牧师的儿子很熟 这个牧师很出名 照我所知应该叫Gordon Fee 我很喜欢这个牧师 因为他帮助我学习怎么讲道 他说他爸爸每次从书房出来 脸上都发光 以至于荣耀是神的神性 荣耀是你可以去遇见去摸走 当你更多的遇见这位神手 不知不觉你就带着神的荣耀 你才可以自然而然为神来做见证 这边讲到一件事情 恢复神的关系 你会应该自然而然有个可目 你要更多的遇见神 你更多的敬念神 你走去神 你就要彰显这位神的荣耀 It's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发生了 但还没有完成 所以用这个字叫做盼望 盼望是跟希望不一样 希望可能发生 不见得发生 盼望是一定发生 而且从神国的角度来讲 已经来到 但是还没有完全地完成 神的荣耀已经彰显在地上 在我身上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地完成 不是祂的荣耀不够 也是我的经历还不够 我的追求还不够 我的操练还不够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问父母师 你追求什么 你追求的目的是什么 你追求想要得到什么 我只要告诉你 就是神的荣耀 更多的看见神的荣耀 更多敬见神的荣耀 更多神的荣耀在我的身上 更多让我活出神的荣耀来 以前我求这个 求恩赐 求这个 我不是骄傲 我希望你不会误会我 现在我知道 我需要有恩赐 把你怎么能够服侍 但我不是追求恩赐 我需要有更多的主 在我的里面 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做工 什么时候透过做工 上个礼拜 只是在聚丸会议 完了以后 寻生牧师说 因为我们是看他的那个转播 你们像前后左右打个招呼 跟他握个手 我看看旁边呢 旁边是传道 是牧师 那我看后面有个人 我就跟他握手 一握 不握还好 一握事情就发生 这人就站不住 感谢主 我想给他一很大的鼓励跟安慰 我要说实在这里 基督徒不是做事 基督徒不是所谓的为神做什么 基督徒就把神 从你上显明出来 做事是后面跟得来的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什么时候不需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你做的时候 根本不是你想的 是神让你做的 OK 第二个很重要在这里 患难 中也是欢欢喜喜 第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喜欢 每一个人喜欢患难 但坦白说 每一个人可以逃避患难 需要有个清楚的观念 那为我们患难干什么 我们不喜欢 但是我们不能够躲开 那患难发生的时候 挑战吗 对你有什么益处 常常有说人生是高高低低 我很喜欢 Rick Warren牧师说 Settleback 就马恩峰的牧师说 人生不是高高低低 人生是two track 像个铁轨一样 有荣耀的时候 又有患难的时候 有患难的时候 又有喜悦的时候 你像你的人生 只是哪一个时候 哪一样事情 在这个同时分量比较重 或影响比较大就是 患难这边所讲到 是从外面来的压力 外面的压力 跟一个人碰到困难的时候 跟自己的犯罪 受到罪的惩罚 或是悔改 那不一样 是从外面来 那特别是因为你坚持 你是一个侏徒 照着神经去做的时候 会有压迫来的 会有这个困难来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保罗给一个很重要的 患难的原因 因为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或是不至于失望 那我解释一下 患难生忍耐 忍耐是什么意思 忍耐这个字 简难说 是外面来的压力 这个东西本身不变形 这个叫忍耐 所以圣经用的话都很清楚 不会让你去猜 绝对不会让你觉得很抽象 如果我们在打篮球 OK 我说 弟兄啊 去那边 那么有五六个篮球 在架上 找个篮球 拿个篮球过来打篮球 那我会叫 找个有气的 不要找个没有气 那怎么打 所以你过去 就捏捏那个篮球 篮球里面的东西 你看不见 就是你看见 你也没看见 用个气 你怎么看得见 不管你看得见 看不见 你会知道里面 那个气有没有 会足不足 为什么 因为你捏他一下 甚至你在地上拍他两下 如果里面没有气 他怎么怕地上弹不起来 我怎么知道你里面有信心 你怎么知道你里面有信心 是一个活的信 是足够信 是一个老练的信心 挑战来 所以患难 生忍耐 患难让你知道 你的信心 有多少 你的信心 是否是单纯 很多时候 我们讲有信心 很多时候是掺杂的 有很多人 忆念在里面 为什么患难 接着患难 炼净你的信心 让你的心 能够更加focus 让你的心 更加增加 因为这会带出信心 应该有的叫做老练 这是讲到你的生命的成熟 基本上 英文圣经用这个叫character 你的品格 或者你的个性 患难会塑造你的个性 塑造你的性情 让你的个性 让你的心 更加的像神儿女的个性 让你的性情 更加像主耶稣 这叫与主同父一儿 因为我的恶是 永远在淡是清神 前面讲 因为我的心是柔和 是谦卑 所以你总要在患难当中 困难找着安息 什么时候会找到安息 直到你与主同父一儿 你就会安息 若是你 我还在挣扎 虽然我们嘴巴讲 我们交多祷告 我们还没有 什么时候与主同父一 你就得安息 什么时候你知道与主同父一儿 因为在等候当中 必到一个程度 你知道做什么都没有用 你会单单寻求神 知道主向你显现 主对你来说话 同父一儿是一个观念吗 主耶稣有没有在你旁边 是一个观念吗 信教 信仰就是这样 有就有没有 我知道它有 但是有没有无所谓 不不 圣经的没讲到 不是讲信仰 要讲你的信心 有就有没有就有没有 它站你旁边就站你旁边 它充满就充满你 为了你的个性 character 要经过这些困难训练 因为最后 好叫你产生盼望 一说这是神的应许 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 只是在整个发生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 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CEO 是一个企业家 这时候他不会把整个的工作 这个事业交给 因为你只有三岁 他要训练你 训练你 成败当中 直到三十岁 OK 这样的话 我叫你做个主管 直到你四十岁 五十岁 然后说 好了 我可以早点推 因为我放心 把我整个事业给你 就回到刚刚所说 与神和好 你就知道 神的你的性是什么 神创造你 护照你的性是什么 神在上的目的是什么 旨意是什么 但不是说 请问哪一个人 在你的最后面 如果有人问到 将来你会做个先知 你马上就成为一个 百分之百合用的先知 可能你会经过很长的过程 失败了 跌倒 又爬起来 然后放弃 又再爬起来 到最后成为一个老练的先知 不仅是你的gift 你的恩赐 那是你的生命 能够承担这个恩赐 多少有灵恩的人 真的走过某一段 就跌倒 有些爬得起来 有些爬不起来 爬得起来 因为你的发现爬起来 他的整个生命 就比以前老练了很多 里面的我就少了很多 里面的神就多了很多 所以后面讲 就不会羞愧 这是老版的英文 比较老的版本的英文的翻译 新的版本就翻译 就不会失望 你说 因为我说信的耶稣 到底什么都没有 我信的耶稣 讲了半天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贫穷的人 软弱的人 这很羞耻 会不会今天也是 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写照 我们跟人家不敢讲 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们怕丢神的脸 基本上因为我们很软弱 所以祷快 你会 OK So far so good 原来受苦这一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想我撑不住这么久 我相信 等到我老练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大概我早就放弃 早就我已经受不了 神啊 太苦了 这道路太难走 我相信保罗也知道这道路 被逼迫 被逼迫 逼迫几次以后 神啊 我真的要苦成这个样子吗 不过就在这时候 神说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 事情会发生的 最后我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怎么知道 神说 难道这时候 你没有看见我的同在吗 这就是圣灵工作对我来讲 我知道神的心意 我要走到圣灵当中 我是坐不来的 我需要圣灵帮助我 陪伴我走 所以不要忘记 第五章的第五节 前面换他生的等等的 走过这 最后能够走得过来 因为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我的定义 咬紧 你要惯咬 是不是跟主说死就死吧 我要走到圣经 不是因为我的胆量比你大 我的那个气 就是那个 争那口气比你强 磨到一个程度 你什么都没有的 不过在没有的时候 你还有盼望 是在哪里 因为神说 我是在磨练你 但是我从来没有丢在那边 就被磨练 你在磨练的当中 事件当中 我总在旁边看着你 你可以承受多一点 我就让你多一点 承受不了 我就把它拉起来 学习不是这样吗 哪一个第一次游泳的时候 丢到水里面 你就开始会游的 成了几次 最后你怎么不干 你的教练说 没有关系 我在旁边 因为你跟教练说 你在这样弄 我在这样的学校 搞不好我就淹死 教练说 我保证你不会淹死 为什么 因为我在你旁边 你快死 我就把你拉起来 因为神在你上有 purpose 祂绝对不会让 祂在你上的呼召旨意会落空 祂一定要成就 亲爱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你觉得 我有点信心 这个信心就这样的训练出来 凭什么我做传道 凭什么我要讲道 我意思说 我根本不行 我不跟你讲半天吗 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 不过你们都不信就是 我母亲听到我出来做传道 把她吓死 我不认我是有本领的人 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多次 如果神要我回台湾二十年 就要我将来会接凌凉堂 我一定改名字 我真的不是夸张 我一定改成欧神柱 报要说是在这里 常说牧师 我觉得你很有信心 你不知道多少时候 我是躲在棉被里面哭哭哭的 就在这时候 黑暗当中 我突然发现那颗星好亮 其实那个星本来就在哪里 在黑暗里面我才看得见 意思说神本来就在哪里 所以你看到圣经 特别诗篇喜欢用看顾 然后就怜悯 或者说神看顾我们 眷顾我们 用这些字都非常非常精准 他不是想到有没有欧永远这个人 他想到这是我的孩子 是我创造 原因是我拯救 他愿意恢复我创造的目的 完成我的旨意 我一定让我在身上的呼召绝对不会落空 就不会羞耻 就不会disappointed 所以当困难当中的时候 弟兄姊妹呼求神 我愿意 咬紧拿换我愿意 但我已经快撑不住 圣经浇灌我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被圣经充满了吗 不是因为找一些恩赐 灵恩过瘾过瘾 我跟神说我干不下去 那是出来传道的六年 第六年我就说放弃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在run一个所谓church 一个business 我发现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 并没有太多的突破 那个是我不会做 那个是我不能够做 坦白说 人的困难不是我要碰的 有人在职场碰到太多困难 我来宁安跟中国说 两个东西我不要碰 一个我不要碰钱 第二个我不要碰人 所以我一个人就可以 没想到现在一天碰的就是 我要说实在这里 没有神帮助 这是我的结论 没有神帮助你 没有神帮助我 绝对你看不到今天的欧永亮 纵然今天他也不怎么样 不过连不怎么样你也看不见 因为他根本没这个本领 最后一个很有意思 所以岳伯说 各位封闻有你 封闻意思就是别人怎么说你 如今我亲爱 封闻意思就是别人说 神是怎么一位神 对我来讲很重要 今天我亲眼 my own eyes 我亲眼 不是听别人讲 你是怎么一位神 最后一个也是借他 以神为乐 六节到十一节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我很快把它读一下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要是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因着 请大家留意这几个 叫更要 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的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 基督得与神的好 就以神为乐 这段经文 从某个角度来讲 不太容易 因为它从不讲下去 但整个简单观念是在这里 你会为一个好人 叫做对的人 叫义人 来死 你为义人跟人人不一样的地方 义人就是我很好 你们看着我真是我很好 人人是什么 这个人不仅好 而且他会成为别人的帮助 他会care about the other people 我义人就说 我只要我独善其身就好 你们看我好就好 那人人呢 就是good man 就是说我好 但是我会照顾到各位 OK 为一个义人死的是有 为一个人人死的是有 为欧永亮这个罪人死的 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 这才能够显明神的爱 这是第一个 很重要一个保罗的 argument的一个基础 神为罪人死 这才证明着神的爱 我们都明白这个 我们都记得这个 我带出第二个 如果欧永亮这么坏 也不是义人 也不是人人 耶稣都为了愿为了死 神的爱显明 那现在这个欧永亮 信了耶稣 总要好一点嘛 对不对 比没有信的时候 以神为的总要好一点 如果神能为欧永亮 这么坏一个人 还没有信耶稣 那个坏人死 现在欧永亮比较好 神岂不是更加地爱他吗 孩子不听话你都爱他 孩子听话你要不要更多爱他 整个argument在这里 所以保罗马上下了一个结论 所以这边说 记和好 请大家留意的 记和好 第十节 记和好 因为我们做仇余节 神借着神儿子的死 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记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 换句话说 神在人身救恩 永远不会收回去 坏的时候 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了 现在我们改善了 进步了 神的救恩绝对不会收回去 这不代表说我们不会犯罪 也不代表说我们可以随便犯罪 我们总要以神 为我们人生的追求跟目标 纵然我们的心智对了 但是还是尽到考验的时候 甚至试探的时候 我们会软弱地跌倒 但不要放弃 不要give up 总要回到神面前 这么坏神都救你 现在你有个心爱主 愿为主来活 神一定会保障他 所以一个救徒 爱主救徒 第一个事情的发生 你不会担心 你会不会失去救恩 第二个是什么 这边所说的 且要第十一节 不但如此 也要借着 以神为乐 为什么以神为乐 第一个 你不会担心 不会担心你的救恩会失去 第二个 你天天活在神 同在的享受里面 虽然没有差太远 不过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抓住神的救恩 你可以过得苦苦的 但是你可以抓住神的救恩 享受神的救恩 你每天就觉得 富足的时候 欢欢喜喜 觉得有缺乏 觉得欢欢喜喜 顺的时候 欢欢喜喜 碰到困难挑战 也是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一件事情 不是神的恩典 不是神的资源 有没有领导 不是神的帮助 是神在你的旁边 是神在你的里面 很多时候 你看一个baby 在这 哭了 我要妈妈 我们这个团典 都逗他 给你一个饼干 给你一个 看一个饼干 咬两口 又开始叫了妈妈 没完的 直到什么 直到他找到妈妈 妈抱抱他 也不需要给他饼干 也不需要给他糖果 他妈妈一抱 他开心得很 我们这边只能逗他 给他一个饼干 给他一个糖果 给他玩一个东西 给他带姓 给他看电视 给他看 那个时候 他好一点 不过一过去 他想想 又喊了 妈 因为 这次回去 我看我两个孙女 一个三岁 一个一岁 这个很能够了解 我怎么逗他 弄得我 他腰酸背痛 到过一阵子 好一阵子 好一个两分钟 然后就 又来了 直到妈妈抱着他 我跟他说 Honey Honey 这个孩子 然后开始吃他的饼干 吃完他的东西 我心想说 难道我没有功劳吗 也不是功劳苦劳 是 他要的不是你 他要的是他妈妈 亲爱弟兄姊妹 你要的是神 你要的是神 除非你要的他 得到他 你不会有 叫做真正的喜乐 以神为了 所以最后 我用这个第三点 我用一个字 做一个解释 就这个字 你读 就这十一节 用很多字 叫做戒者 through戒者 或许用另外一个字 叫做一同 with 或是用另外一个字 这个保罗很喜欢用的 叫在基督 in 在基督 没有别的 就你要跟基督连在一起 不是追求一些宗教 乃是追求到 你跟神的关系 跟主的关系 没有遇见主 我刚讲的都白讲 没有遇见主 保罗说 我讲这些也是白讲 当你遇见主 后面因信称 后面信称就发生 然后整个人生当中 不论是顺势力 是高是低 你总活在一个 叫做欢欢喜的里面 我要祝福在座的 每一位都要在欢欢喜里面 因为当我进到 凉阳堂的第一年 应该还是第二年 加入的时候 神就给我看到意象 我就宣告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我要宣告 台北凉阳堂 是台湾最喜乐的地方 求主来恩大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开口同身为祷告 为神这完备的旧恩 不是指一个信仰 将来上天堂 这affect在影响你今天 生活上的一切 大的小的 顺的力的 因为我们的神 不仅是有证文 祂是乐于与你同在神 跟神的关系 跟神说我要跟神的关系 读经祷告不是目的 读经祷告是跟神的关系 第二个 我正要鼓励地用什么 你要起来服侍 你不服侍 你很难跟神一起同工 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神的很多方面 主有很多方面 你不能够了解 除非你跟祂同工 所以你一定要服侍 一定要个人的追求 很多机会 在职场 在教会 在你的家族上 有很多的服侍 你就知道 这位神是又真又我神 我们靠同身来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为我们教会来祷告 哦 主啊 主 我感谢我教 vem 祝 you带来祷告 祝你带来祷告 我们带来祷告 这是你的教会 愿你带你的教会向前 这是你的教会 把你的教会带行到中 这是你的百姓子的儿女 哦 让我们领受的不是 一个重要 不是一个靠点 不是重要的行为 单单是你的恩典 单单是你的恩典 哦 恩的救主 救人 哦 我生命的主 祢是 神是联名的神 我赞明 赞明 带领我们 把你的家带进来 慢慢带在心里 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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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罗传宝 弟兄姊妹 这时候你在生活上 公道遇见这些困难 好像觉得没有出路 这是个挑战 这是个信心的操练 就是这时候 你要尽到这位神 是在你上有旨意 有带领的神 不是你要什么 祂给你什么 哪是造坏 你走在旨意里面 祂会负你的责任 你可以把你的重担交给祂 然后顺从祂的带领 所以这方面是你的困难 不在生活上 工作上 在身体上有软弱的 特别在当中你的身体 是在跟整个消化系统有关的 如果这种软弱 我们同工会下一个 跟你一起来祷告 我相信 你不仅是那位幼税活神 你是那位乐意陪伴我们 走在天路的神 这不公平吧 站在前面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 你答应我们来到你面前 你一个都不会丢弃 阿们 我求你向他们显现 我求对他们说话 求你伸出钉着手 按手在他们的身上 好叫他们知道他一生 我们的一生从来没有孤单过 因为是乐于我们同在的身 阿们 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求你礼拜我们这个月 这一年 保守我们这一生 都让我们走占性的当作 阿们 我们就要分开了 求你保守分散你的脚步 所以当我们前面离开的时候 愿我主耶稣 这段会天父的慈爱 圣灵感动交通式的公义和平和喜乐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再帮我来归一生